也很黑素 也很醜 這可能就是事實 但是判斷 很多都是公私的 那請問做了什麼 交易才進這個團體 很難聽喔 但是有恰恰 我覺得就滿低耶 我只是無聊 不要人跟我聊天 是不是會想難道 一起上去掰 今天要幹嘛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我們今天要來討論 關於網路霸凌的事情 因為現在網路是那麼發達 有些人會用網路上來匿名 講些不好聽的話 是負責人 所以我們今天就請到一位律師 嗨律師 我們關於網路霸凌的事情 這應該會被列入哪一些 滴滴口口 法律整個任之類的 沒錯 8月的時候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一個什麼吃瓜群組 一開始只是在講一位網美的事情 他挖出那網園很多身邊的朋友 或是什麼 他甚至還可能是造謠 一些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到處宣傳 他說我 他說我很喜歡養工具人 然後在網路上勾搭別人 之前還單獨到一個 正大男的宿舍 兩個人單獨共處一室 但事實上 這個完全就不是事實 等一下所以真的有正大男的 有 有 除了正大男是事實以外 我沒有跟他共處一室過 就類似這樣 我先舉個例 你的例子就是 養工具人就是你 這邊是節目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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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講一些 就是等於是三部謠言 那這種我們叫做 毀棒 而且是家中毀棒 如果說公然物是比較輕的話 這個家中的地方是重很多 它最重是可以 發到的影響一下 因為我之前高中是念明星高中 大學是可能沒有考好 然後就很多人說 我高中唸DG 然後大學唸學點很丟臉啊 再刷我就對了 然後後來可能就是長相 可能就是眼睛比較不開 之類的 不管人說又有點想要 怪怪 然後後來可能就是講一些 在蹭別人流量之類的 可能蹭我前男友流量啊 前男友是拿傳說對決的 今天就很爽 結果我粉絲不要做到廁所 你太想說 好 她的攻擊長相 你會開始會難過 剛開始一定都會在意 但後來就是已經麻木 就覺得 反正每個人野光不一樣 反正他們也沒有到 多漂亮 你不帥之類的 每個人長相都是 每個人出身就長這樣 全身要去攻擊別人長相 真的不要攻擊別人長相 對啊 超沒學習的 可是媽媽生給我們的樣子 我們就長這樣子 你也長這樣子 不顧你的長相 不顧你的學歷 就是想要講一些話 貶義你的人格 比較像是侮辱 突然我問的話就是 判拘役或是法經 她曾經就是收過 官民的留言 就說 她要把我殺掉 是很認真的那種 她說我讓你家去拿 她要叫做 那這更嚴重 如果真的發生這種情況 你就可以去報案 就像她是匿名 可是電信警察 可以查到她的 P位 是 是 閉嘴巴消那樣子 你爸媽明天叫死了 天天都是你念今日 可能稍微露一點 她就會說你下面養的 問好 你成長她沒辦法拿世界冠軍 都是你害的啊 標姿 你不要再拖累她了 所以怎麼會低欸 你還是當她的負擔 就因為你下面養的 好難聽喔 我真的掐死她 有那麼膽小搞英雄嗎 有那麼膽小搞英雄嗎 你要不要幫那個羅念書店這邊講一下 羅念在學校有人說 她什麼偷室友的衛生紙啊 報告都是靠隊友凱瑞 他分那一種 然後再逼她 就很多人造謠 把這件事變很浮誇 可是她 其實根本就沒做這些事情 一過一個人 用我的頭貼上去騙我的身邊朋友 說是我伴的小張 他真的被騙 他真的被騙 他把所有事情跟他講 抹茶店碰到的那個是 在我大二的時候騙我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是在去年騙我 就是兩次晚上就被騙 兩次晚上 兩次晚上 我那時候大一的時候 是黑男有在路上採訪過我這樣子 所以她後來 假裝自己是黑男的小張 然後才密文 一直挖你的 那些很私密的東西 或是你的床室友的 她甚至後來還說 你看吧 就是你這些對話什麼 我全部都已經把你解剖 你自己給我小心一點 去年的時候 她是假裝我一個 很好的女性朋友 女性朋友更蠻大的 因為她那時候是想要騙我的私密照 她說 我覺得我胸部最近好像變小 而且哪個好像變黑了 我可以看看你的嗎 我想看一下是不是 所有人都會這樣子 然後 對我就被騙了 蛤 蛤 蛤 好不胡亂 我跟你說我現在講這個超級 那時候我自己心裡壓力 是超級超級大 你很擔心人家會不會去洩漏你的事情 好難過 不要難過 不要難過 我剛剛也是被騙的 我知道就是私密 因為她是說 什麼 經濟公司要申選模特 然後說 我朋友就被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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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拍什麼比較厚一點 然後最私密的地方 還要給她拍館 然後我就說 這是碰得體 我要用到那邊嗎 我朋友被騙的 你們好傻喔 我說對方是冒用你的資料 然後你的照片 那這個都侵犯你的肖像權 然後去騙你身邊的親朋好友 你的資訊的話 這些有可能構成 防害命運症 得知到已經涉及不雅的照片 傳播出去的話 那又涉及到防害風化 那又是另外一種情況 如果對方再拿 他所取的這個東西 當一個手段 那目的是說 要你拿二三十萬 把這些都要回去的話 那就是恐嚇取材 那這個情況都是越來越嚴重 那罪行也是越來越高 網路上匿名的獎 跟當面會更嚴重嗎 如果你是當面不然無路的話 那就是一次性的行為 其實還會很重 那如果在網路上罷了 你都會跟你們講重 如果有人在網路上 不是如果就是有 有人在網路上 在網路上說我在學校素顏很黑 素顏很重 這可能就是事實 但是反正 我素顏 那好嗎 可能有點黑這樣 但我不知道是什麼 那種啊 就好像是事實 可是我覺得很不舒服欸 我也有那種 我也有那種 就是我以前 剛進學校的少女時代的時候 就我自認為我自己是 長得最醜的學妹 沒錯 然後但是 就是被人家 被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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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長這麼醜 眼睛這麼小 但是我就做了什麼 交易才進這個團體 對不對 對 這個時候 真的很厲害 也是牽涉到對於私生活的批判 已經是牽涉到造謠 我們認證單人就是 上高一那時候 第一次被網路霸凌 我直接是有點到不敢上學的 那時候那是一個很流行開匿名的時代 然後我就開匿名 然後我就開匿名 然後結果就是有人在那邊留言說 什麼假校很厲害嗎 他就是一直在找我查 可是我根本就沒有做這些事情 他還有說說 開匿名就不要波靈心在那邊生氣啊 就是想學人家做完美嗎 不可能啦 就不太敢去學校 我就覺得大家看我眼光 可能都感覺怪怪的 但你跟老師講的 沒有啊 我就不想把事情鬧大啊 家裡也不想讓他們知道我在學校 受到這樣 我就想說自己來就好 可能車過去就好 然後每天回家就躲在被子裡哭這樣 我眼睛有點沾氣的感覺 講得要把你生氣 沒有啊 沒有啊 好了 沒有這件都過去了 那我把他掐死了 我現在大人在掐死你了 我剛剛上大學 然後我莫名其妙被上低卡熱門耶 而且他低卡熱門 是快一萬人讚的提文喔 他一開始PO的文 想要稱讚我說 覺得我很漂亮這樣子 結果一發上來 下面留言 很多都是攻擊的 不就是路人嗎 並沒有特別漂亮 該不會又是想同的女生 自己用別的帳號發的吧 很普通還想靠這樣身份垃圾人 雙貨色還有一樣被別人內設 雙鴨 喔 其實很厲害 這樣 就是這類的 就 好了 你好了 反正就是很多會讓我覺得很不舒服的留言 我那時候也沒有發在我自己的IG 澄清什麼 因為我不想要讓我自己的粉絲 還知道我上低卡被降成這樣子 而且我媽又有追蹤我IG 然後又不想讓她知道 所以我這件事情就覺得看淡耶 我就想說算了算了 那一陣子比較不好受 但是最近啊 越想越氣耶 為什麼 如果說彈嘴好 我覺得他們是一定有構成 但是妳處理的方式 我真的是很讚賞 如果是碰到校美80的情況 我就會經由生素的程序 妳應該要去反應 那就是如果 比如說在我的版面上 用諧音這樣子有算在心的裡面 假設她已經到了你的版面 或者是她根本就標記了 她已經用了妳名字的諧音 一定可以注意 妳射到妳這個人的話 就足夠 那我看妳嘴最短的是處罰 就是說妳的名譽 真的有受到比善 小董今天聽這麼多 有沒有覺得紫樓很堅強 有啊 那我也覺得她這個名字 超被害羞 她真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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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較訝異的是 今天在她男生 其實幾乎是還好 對耶 我發現幾乎都是女生耶 女生好像真的容易被攻擊 如果你們收到那種攻擊性的點 你們會有什麼反應嗎 我跟她說笑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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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薦大家如果被罵剛才解釋 先解讀 這有證據 我以前會很難過 我後來就是想開了之後 遇到那種罵我的那種 我都直接回她說 你又沒有追蹤我 你從哪裡知道我是怎麼樣的 我就跟她聊天 然後最後她還跟我 對不起 我會繼續支持你們頻道的 我只是無聊 沒有人陪我聊天 是不是會笑死她 有一次我真的親眼看到 就有人在下面 罵泰拉 結果泰拉直接跟她講道理 然後人家還跟她道歉 大部分 我看到她又想說 這是什麼廢話 還在進化她嗎 人家笑我眼睛小聲說 眼睛小聲是我的特殊 你看少女裡面 你看到眼睛小聲 你就知道是我 沒有錯 對不對 所以她的優厚感越來越 看開 要看開 算了 看開 看開 自己 上一集我有上文化大學 就有一個網友 就留言說 天啊 她本來跟照片也差太多了 有點嚇到我了 但她看起來真的很好相處 感覺是一個好朋友 不是我不好 我不好 我不好 比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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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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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分享完了 然後蔡律師也已經分析完 大家這件事情在法律會構成什麼責任 大家不要自以為躲在我們後面 還是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 哎唷帥喔 帥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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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當時被霸禮的時候 如果是你在身邊 然後你知道的話 你一定會怎麼樣 你是我好嗎 我今天發現這個人 跟你做什麼事不關 但怎麼會進入人生 大家將心比心一下 你這樣罵別人 別人一定會難過 換作別人這樣罵你 你也會難過 有些人可能承受得住 但有些人可能 就真的沒有辦法承受住 可能就這樣子 我朋友的朋友 他也是因為 不知道他是被講什麼 就一直停車 就是離開了 然後還有在下面 就PT下面那個 肉身大方 因為他去別人的社區 還是什麼 酸鹽酸鹽 酸鹽不OK 大家都是人生父母養 你還有人欺負別人 因為很多觀眾可能也正在 經歷 有什麼可以跟他們訴說 我看到的時候 我跟你說我甚至還覺得 欸蠻開心的 原來我們還是有一點知名度 是不是被討論 對 我剛剛出戰的第一個想法 是這樣 所以我其實看到是 笑得蠻開心的 不是事實的東西 就是你不用去摘 因為是假的啊 就是你去摘 不是事實的東西 幹嘛 變成是真的很難過 因為第一次遇到這件事情 家裡也有一些重大的事情 可是各種壓力壓在身上 差一點點 就是沒有我這個人過了 但是我自己思考了很久 就是我的家人需要我 然後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 還沒有做完 因為我如果真的不見的話 對這個人也不痛不癢 會有感覺 反而是我身邊跟我好的 我覺得在我自己難過的時候 因為我情緒來得快 去得快 我會被這個悲傷的事情 就是捆住太久 世界這麼大 那麼美好 就是可以做很多 自己沒做過的事情 可以去外面散散步啊 看動漫 之前我會邊哭邊看動漫 然後我是邊去音樂 發現自己的負面情緒 記得社會載走 保護自己的行為要由 好 特別的差 真的好 其實講解要準備 就要準備回家 但如果真的被攻擊到很慘 已經超過你的底線的話 你就把那些證據都收起來 可以走法律途徑 保護自己 證據收好齁 找蔡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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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行找他 沒有錯 沒有辦法你就掐死 沒有錯 我的影片希望是可以幫助到大家 然後正在度過這些事情的人 也可以走出現在比較不好的情緒 情緒 對 喜歡今天的影片記得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加入小鈴鐺 播放留言 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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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蔡律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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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這個是成長 我說 開啊化妝很好看 不要欺負我們的花綠淑 跟那個 娃娃瑞 雖然 很欠欺負 但是你不要欺負他 你不會欺負我 跟小鈴鐺 對 不要欺負他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